好,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首先这里有我们澳洲的真BC 大家好,早晨 还有我家产生的,录的时间是2019年10月8日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分享和like 还没按订阅的,可以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以壮大我们这个中立和平理性的声音 以抗衡现在日渐势衰的感觉到了 极端主义 好了,我们讲回昨晚发生什么事 都一样的精彩 首先这个 马安山 变成例行公事,有一群暴徒 就打烂了 叫开了 壶烂了港铁站 然后冲进去 打烂了些东西 那么 例牌的了 文宣就说不是我们做 不是我们做 这群警察做的 有些人说 总之 总之 那些事是警察 警察扮暴徒 好事是清洁一方 清洁一方 珍珠奶茶店 就是自己做的 这些废话 我也是那句 套用他们的说法 很想相信不是你们做的 但是现在你们有什么做不出的 见到马提路一个女人 你都打爆他 见到的士路你都打得他半死的 汽油弹你都敢扔 打烂区区一个港铁站 你又打烂过了 大大声是你们做的 那现在打烂区区一个马安山 你们有什么做不出呢 为什么一定不肯承认你们的责任呢 不过 这个我也是用你们的逻辑来说的 我认为司机大佬的情况 很多都很关心他 他现在是转做稳定了 伤势恢复中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网友都问我们什么情况 尤其是各位的网友 有时资讯就有点点制衡 我就再报告一下 他就变成稳定了 都说醒了 是的 希望在这场 这样的事情当中 所有人都快快健康地恢复过来 那么这些 就是叫做犯过法的人 都快点恢复健康 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么受到伤害的人 双方受到伤害的人 都快点回复回正常 那么我们说一下 说完马鞍山那里 那么后来就冲进马鞍山的商场 防暴队 那么那个 什么就不 他那个确定了 你不可以进来 你不可以进来 那么结果被 这个防暴队的警察 推掉了 就冲进去捉了人 那么 那么 我又不会说 这个实际上是坏的 因为 因为可能 有实际上已经落到命令 你让他们进来 可能会没了份工 所以他才挺身的 就是很无奈 是啊 这些夹在中间的人 不要怪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太子站的情况 太子站 他们又说有人死 又在那里制制 例牌的 有些记者就问那些制制的 那些制制就哭哭哭哭 我还相信有人死的 他们的逻辑就等于说 他们不相信有暴徒 今天在马鞍山打烂 地铁一样的逻辑 如果同一套逻辑 我想说是同一套逻辑 他就罵别人说信有天使 是吧 大家都没有证据 为什么理得别人不行 理得别人不行 最重要都是那句 政治立场凌家道德 一直都是这样的 然后由于他们太吵了 在太子有一栋楼 有个人可能受不了 可能被他累到 搞到失业 怒起来就丢了 玻璃瓶这个我推测 可能 我刚刚被老闆炒鱿鱿鱼 当事就倒闭了 这帮贼人扔了玻璃瓶 就打正了记者的头 然后那个记者就是 所谓热血时报的记者 那些深黄港独派 他们说自己是成帮的 那只怪羊头 卖狗肉那些 打破了头 哇没有人声啊 捉不到人的 然后防部队就冲了 他们又去撩警察局 他们不敢撩军队 又再撩警察局 结果防部队冲了出来 又捉了两件 有个男一男一女 有个男的就哭到哭了上来 这旁有什么族 女也有 女也有 男女也都哭了 被太阳流到嘴里 是 其实你发现一件事 其实他们很害怕解放军 四个字 是不是后果自负 四个字 他们全走 是啊 一说后果自负就害怕 好了 因为这个是拜头 一个星期的 他们不断出文宣 那我们尝试博他们文宣 那 他今天在D100 出了一篇文宣的转载 就是说用蓝丝和黄丝互博 那我们再加博多一重 首先我当是 蓝丝这样说 蓝丝开始就骂他 暴力就是暴力 暴力就是不对 黄丝就说 暴力当然是不对 那就请你更加大力 谴责警察先 612当日 没有人钉汽油弹 但是警察已经射盲了 一位教师的眼 没有人说警察拘捕 完全 不可以用武力 但是要合比例的武力 6月9号至今 警察受过多少伤 十成皮肤烧伤 但是示威者和救护警察 有人盲眼有人骨折 有人被震撞射 几乎射死呀 这么说 警察也有些人差点被人打死 是啊 我说一下 他说他不对等武力 不对等武力之下都差不多被你打死 你有多少人打他 你不对等武力 但是他是不对等人数 是啊 612 612那天我们亲眼见到 那时候我刚刚见到612那么大 我都 有些惹警察 喂 你不用那么狠手 但是当我们见到 612所发生的事 全部真相就是 大哥你们扔砖头 扔铁脂呀 大哥 你们这些遮掩上面有东西的 遮掩的 是啊 顶你的肺如果不是 那些警察有full gear 就死了狗小 不对等武力 你不要玩我啦 我一定要高过你一点点的嘛 如果不是我给你转头打爆头 好幸好 警察有头盔而已 这些叫不对等武力 不要玩啦 礼環折曲 那天沙田新城市广场那个呢 被你咬断的手指 一对五十 最少啊 那你还不死呀 还是比较白了比较打 是啊 我打中你一个 但是你五十个人来抽我呢 有什么 好了 我们现在讲第二点 示威者犯法 警察执法天公地道有什么问题 那那些黄丝会这么拼 警察执法当然没问题啦 问题在于 警察现在不是跟着法律去执法嘛 不合比例的武力 人家拿支胶管 你就不用用开枕枪呀 揽用私刑 抓人需要制服对方的吗 制服对方打到他额头流血 头破血流的吗 执法不公 北角佬 拿着那把菜刀为什么不拉 就拉了那把切月饼刀的学生呀 这么说 哦 呃 我想一下 你们说得太快 不好意思啊 那我说一下 呃 老实说 你们这些人当时是打得很瘋了 啊 又扔汽油弹又整个出道 啊 啊 警察出来就是要以武制保嘛 你的武力高过我 就是 有一句名言啊 呃 没有 没有能力的正义 是等同 有能力的内弱 就是类似的 都是没用的 嗯 那我一定要劲过你的嘛 执行法律 啊你现在 不比例不合比例的武力 你怎样才叫合比例武力的大佬 你拿着水喉通 那我用警劲拨你的头都不对 不用下下打到头破血流 哦打你的身 谁知道你不一样 就拨在我的头上给你 不是这么说啊你 哈 执法不公 那北角佬拿着那把菜刀为什么不拉 后来就拉了 好像拉了 是咯 后来就拉了 你为什么会说不拉呢 你们现在经常拿着个721的事件来说 喂 721拉了29 29多30人 白衣人来的 多数都是 全部白衣人 反而你林卓廷这帮 出了样子的没拉 是不是这么说啊 你们经常拿着721 北角佬来说 但是喂 林卓廷那些你不说 说一边不说一边 切着饼刀的学生 就慢慢审 你想怎样 永远都是这样的哦 放大一边 就不说自己那边 这些是礼宏切局 那说第三点吧 我说慢点 是不是切饼刀好像不是交刀 是真的刀 我没有记错 呃 他说可能是 不是真的是大刀 不过 就是 金属是吗 金属 哦原来你这么特别的 就是 拿把金属 那 这点我不博了 因为可能他有特别的喜好 那我说一说 如果你在飞机场的话 你带把金属的刀子都是不允许的 我只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是飞机的 在飞机场 带把金属的刀子都是不允许的 那我继续说 下一点 带头破坏法治没有法治的社会怎么办 那那个人就回答 对啊 你就应该问警察干什么破坏法治 要清楚一件事 普通市民是破坏不了法治的 他们最多只是会破坏法律 他们犯法 就是合理拘捕依法审讯 这个才是法治的体现 那哪些人才可以冲击法治 就是行政司法立法 这三个机关才做到 警察随属行政机关 他们这三个月来选择性失法 濫用私刑 正正是踐踏法治的制度 根本是人质呀 这么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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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着 是 他就是这么说 就是他就是说 我们我们是犯法 但是呢 就不是这个 是 你就是合理拘捕我们 你们现在濫用私刑 选择性执法 其实我问一下 你怎么合理拘捕 你是蒙着面子的 我也不知道你不随 是呀 那我当然是觉得你是我才来抓你的 是吧 嗯 而且每次我现在要进去 那时候你每天都来问我 拿委任证 我给不到你你就说我不是依规矩 这些就是律师逻辑 我以前听过李柱铭最劲的那招 那些大撞 为什么是大撞呢 就是捉你程序错误 是的 他捉到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打脱他 可以回来 是的 其实这些就是 他扭解施耶律师逻辑 那我们都说过了 委任证的事件 其实他有另一条通例说 在危险情况可以不用的 是吧 是 但是他没有提这条 是咯 而警察他自己都准备了 不足够 狠狠狠吃尖堆 后来就改了 用CID跟着来抓他们这些人 用老差军方法盘这些街坊 他说滥用私刑 兵方马乱 那你们就用私刑 是不是 你们现在经常私了 那说什么 你们私了人就是照正义 真是 人家私了你就是什么 是你们人治 不是人家人治 如果人家人治的话 我 我现在抓了来 走去找你老爸老母 是吧 再搞你女朋友 是吧 找你兄弟 全部网台应该 就是那些 网络 应该是 不知道网络 集中营 他们经常说 新疆集中营 新疆集中营 其实就 好了 那我们说 下一点 去搞人家报头 不同政建理就打算公义吗 这帮人竟然是这样 不公义的 但是都不跟你拗那个被打的人 或者那间铺 破坏铺铺 之前做过什么 坏事 事实上 无论他们几错都不应该被私了 私了怎么会公义呢 就是因为 你们这帮警察 所以我们才在天行道 整个逻辑 就是说来说去都是那句 我现在是屈你警察 坏的了 我说屈你 是政府坏的了 你们政府坏了 我就替天行道打你了 替天行道有怕被人逮捕的 也是 为什么呢 黑到哭的 又说要执法机关以身作则 知法守法 我们不是守法 这些基本上是流氓逻辑来的 就是等于作奸犯科的 见到警察火起来打他一身 他就说 你知法法什么 你知法犯法啊你 那些大毒梟 通常都是这样的 大有钱佬 找个律师打掉了 结果被人打了 我这样就可以 以前有一套戏 杀破狼啊 红金宝就说要杀死 杀死任达华 他说 你们这些人 偷了我的 贩毒钱 我杀死你全家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就明目张胆 你就在我尾住 我自己司法 执法者 惠君子 这些就是强盗逻辑 嗯 是没错 其实我都觉得 说多都浪费 就算他们永远都是对的 老实说 都是 是 好了 那我们 其实有很多点 再说不够时间 那我们就 说说另一样东西 就是一些 勇武 和理非 现在就在 连登 Facebook 大战勇武派 就是那些论据 不停地说 他们现在想割席 于是 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说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外围一点的 那这个呢 就是这么说的 我 他是比较理性一点的 这个人就说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想见到公义的彰显 也都是要想 独立调查委员会 查出所有真相 但是 如果终极揽炒成功 是不是大家想要见到结局 以及公义能不能得到彰显呢 所以在九月以来 非常勇武手段抗争之后 其实大家需要一个重整的目的 为手段而作出改变 如果不是我们就会 作出本质改变的后果 逐渐失去重心 就是说要停一停了 被人容易一击 突破人开始不记得 我们现在是为了什么了 这么说 那么他最重要的那句就是说 呃 现在很多外国的KOL 因为媒体已经说我们是示威者 不是说我们是示威者 说我们是暴徒了 很惊很惊 这样 所以他说 勇武停下手 让所有人回戏 到十月中美 中旬和美的时候 黄丝一起晒冷 三四百万人上街 站在那儿 然后告诉人家 我们要双普选 我们不要蒙面法 我们要警队解散 我们 我们不是暴徒 这样说 这个是一个外围的人 这样去说 放风 放风 一个外围的人 然后就有 另一个在 在联灯仔那里 那里 长文 那么他就说 现在政府 就好像整天想出手 激化勇武的行为 恶底扮好我们示威者 政府 已经 沈了很多鬼 在联灯 吹风 在分化我们 最后就可能会落入这个 雨伞革命的后层失败 所以现在 勇武你们 减少私了 停止装修 让我们和理非能够上场 和令到这个 抗争日常化 这个深耕细索 抗争 大致是这么说的 申必思 你这段论述 究竟能制止 这个勇武派呢 不行 一定不行 是 为什么呢 我想 因为 我们都叫做 是叫做黄尸 的支持者 曾经 是 因为我们看到 最后 就是 只要有选举 我再说一次 只要有选举 一定会鬼打鬼 绝对是会鬼打鬼 从我们 过去跟随 老少的经验 就是我有 200 200 4年 差不多 就开始 10年 10多年 是吧 对 就是 看他 这条路一直走 只要有选举 一定会分化 无论大小选举 俱选 保选 还有这个就是 大选 就是立法会 一定会分化 现在为什么 不收制你阿爺 就是由得你 他们是看出看到这点 但是他们控制不了 我是这么看 你自己分化的意思是 是勇武自己都想出一批人 是勇武出很多批人 不是一批人 是 就算过去 一个 保选 就是当时 我们 我说我 挖挖 这个 七仔 这个叫 杨岳桥 曾经 在我Facebook 都post过 一个七号 想想当时 梁天琦 杨岳桥 还有很多条队 是 是 对 对 尤其是 我看到有一个 这个 黑警人夫 曾经大大声 竟然说 我现在呼吁 大家 出一条死桥 叫杨岳桥 和梁天琦 讲和 那些什么 就是说叫杨岳 叫梁天琦 和 杨岳桥妥协 那 梁天琦 那些人就去 撑杨岳桥 那就可以了 那些 那些 那下届 梁天琦 就去扶 梁天琦 抢賴 就是 他说这些 屎曲 不过当然 没有人理 黑警人夫 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自己的老婆 是做 是做 警察 做警察 自己 竟然去撑 勇武派 是一个奇怪的人 那么 但是 现在照这样看 你认为勇武派会出很多天人出来 和他们协调 不成 打打架 和泛民 协调不成 肥佬黎的人 我现在看 他们 有什么可以 就是 拆几条 飞出来 就是我们说几条飞 就是 几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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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看到 就是我觉得 不是我看到 我会拆 会出一些 极度 瘋的人出来 那么就将他 最强 最激进 中间就出一些 那么 一定会 大家都拆脱 散敲了 但是我看 现在就看看 萧系网台 够不够力 大家要记住 每一次 选举 城寨 嗯 萧系网台 还有 包括城寨 花交台 他们都会 拿两个字 就是团结 之后就 用这个什么 叫做 逐鬼论 那么最后他们 就是严重严就炒车了 但是 其实他们成功的机会是 大的 多的 不大 多 就是你觉得以前 他们那边的成功机会会多 是 忽然恐怖派会是什么 但是现在 如果见你成功机会大 正如他们说 打这个马安山的 假如真是阿爷的人 就是阿爷是不会让他停的了 分分钟 就是会拖到选举 想为止 这个是这个局面 是吗 呃 我不觉得是阿爷的人 首先 但是我觉得 有批人 是想继续 当然啦 两边都是有这种人的 是 是 如果要 是很容易 扔一个汽油弹 就可以解决了 因为有些人要立功 两边都有人想立功 是 他那边呢 其实 现在就说 你要我退场 至少要等美国立那个法案 为什么要立得这么久呢 老实说 基本上这个法案不是一件那么重要的法案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impeach 阿侃 阿侃才是最重要的 是 是你们 真的是乌克 我说阿侃为什么呢 是因为乌克 是 现在的税局都要搞了阿侃 就说叫阿侃 联邦法院 刚刚叫阿侃 吐回 8年前的 退税单出来 全部 8年之内 全部 全部 全部都出来了 全都出来了 8年来的 其实 其实是建制 我说的建制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建制整个政府的系统 在2020年大选之前就要阿侃 喂 你懂得混了 快点走 不要打算连任 玩他一旺 我觉得 谁呢 特朗普还叫罗姆尼收声 罗姆尼就是上次和奥巴马对选过的 是 是 就是这样 其实 就是我这样想 可能他们想 一些传统的 共和党人再走出来 因为 特朗普就是一个 非传统的共和党人 你知道共和党人都是 右派 但是是那种精益主义者 跟香港的右派是有点似的 但是特朗普先生就打破了这个局面 所以其实他们都觉得 喂 这样不行 有些传统利益都 就是搞搞阵 你这样这样搞 不如找回个全传统的 跟正苗红的共和党人 好像罗姆尼 类型的人出来 我觉得不疑 是副总统 最后插举一刀 一定是副总统彭斯 今天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